10月2日,郭文贵先生直播爆料,习近平、王岐山还有孟建柱最崇拜的人是霍梅尼、哈梅内依、毛泽东、齐始皇,其他人他们都看不起。 当年邪教教主王岐山在广东越海内部讲话时,有越海的人提出说昆仑银行要跟伊朗合作。 王岐山表示,自己刚刚了解了昆仑银行,他要求其他人要有国际观,同时大肆宣传霍梅尼主义。 王岐山就这样忽悠式地讲了两三个小时,从伊朗革命卫队到霍梅尼,再到1930年至1990年整个的伊朗世界的变化,期间一直夸霍梅尼如何了不起。 整个讲话中,王岐山表现得非常崇拜霍梅尼。 当时有人说,霍梅尼的家人和广东这边接触向投资做生意时,王岐山当场就否定了。 王岐山认为,霍梅尼的家人不可能到中国来。 因为哈梅内伊不可能让霍梅尼的家人出来。 这件事发生在1989年6月4日以后,霍梅尼死后,哈梅内伊上台的时间。 王岐山在短短几年后就敢断定哈梅内伊绝对不会让霍梅尼家族的任何一个人到外面晃荡,可见他的判断力非常准。 最后一查,果然发现有人冒充霍梅尼家人。 但是,王岐山却要求昆仑银行要跟伊朗好好合作,说伊朗这个地方有很多学习的东西。 而是,王岐山传统一样的一种许多的学习。 所以,王岐山传统一样,他终于没有霍梅尼家人。 所以,王岐山传统一样,他是有很多学习的论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